新版陆顶机自开播以来 张一山饰演的伪小宝网友吐槽像猴子 动物败评分起底 创下历届版本最低纪录 陆顶机被翻拍过很多次 陈小春 张卫健 黄小明都出演过 在历届版本中 伪小宝的七个老婆也是大家关注的对象 张卫健版的小宝与康熙 更是集结的当红女星 朱英 黎欺如 陈法荣 舒奇等 阵容相当豪华 而且有趣的是 这一版本的伪小宝老婆之一 沐建平现实中真的成为了张卫健的老婆 令许多观众感到惊喜 张卫健大家都很熟悉了 养过很多耳熟能详的电视剧 小鱼儿 花无缺 少年 张三丰 机灵小不懂等等 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妻子张倩不太熟悉 他是《仙剑奇亚传》里 那个深情的蝴蝶精彩 也是陈小鱼儿把神尼尿小语中的求千尺 被称为最美求千尺 张卫健和张倩的爱情之路可谓是非常坎坷 初恋 江欣燕嫌弃张卫健太穷 果断提出分手 虽然在影视剧里张卫健经常搞怪 看起了性格很外向 其实啊 他有着不幸的童年 父亲有暴力形象 常常一言不合 就会毒打母亲和他们三兄弟 在张卫健14岁时 父母离婚了 父母的婚姻失败影响了张卫健的婚姻观 有了恐婚心理 虽然恐婚的恋爱还是要谈的 18岁时张卫健遇到了江欣燕 两人很快就在一起了 张卫健的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夺得冠军 趁机进军娱乐圈 还得到张国荣赏识进军歌坛 他又来到TVB 但是总在电视剧里打将游跑龙套 事业上毫无体色 家庭条件也不好 张卫健的口袋一直是干瘪的 因此他和江西燕谈了五年的恋爱高吹 女友江西燕冷漠的 他说我不想继续和你拍拖了 将来要是嫁给你啊 买个名牌包都等半年 张卫健知道他去意已决就同意了分手 和萱萱恋爱 张卫健因自卑主动结束恋情 1993年28岁的张卫健 在龙兄处地剧组碰到了出道不久的萱萱 萱萱家庭条件比较好 他经常开车载着张卫健一起去骗 进场渐渐的两个人在一起了 起初两人的感情很甜蜜 三年后张卫健的事业依然没有大的起色 而女友萱萱发展的非常顺利 很快就成为了香港一线女星 此时的女强男弱外界都不看好张卫健和萱萱 张卫健的心态也变化了 他觉得萱萱比他赚的多 且不说外人怎么看 他自己都认为萱萱绝对有资格找一个比他更好的人 于是张卫健就向萱萱提出了分手 经历两段失败的感情之后 张卫健认清了现实 他不再相信爱情 唯有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才是唯一的出路 但缘分来的时候不是你能控制的 张卫健遇到张倩 不欺少年穷 穿二手婚纱也要嫁给他 1997年张卫健拍摄第二剧《欢喜游龙》 跟另一个剧组在一个片场拍戏 那个剧组里面有一个演员叫张倩 由于两个剧组有个短暂的交流 就这样两个友人人相遇了 当时张卫健留了张倩的电话号码 但此后两人并没有太多的联系 他们真正确定恋爱关系是在1999年 那时张卫健离开了TVB 来内地拍戏 出演第二剧《陈梦集传奇》 没想到这部剧的女主角正是张倩 张倩经常带着张卫健出去玩 两人从戏里到戏外感情不断加深 就这样两人走到了一起 但是对待这段感情张卫健非常担忧 因为事业还没有走出低谷生活过的一团糟 而且还遭遇了炒楼失败 在这期间张卫健两度提出分手 分手后张倩私底下哭过很多次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两人分手之前还一起拍了小宝与康熙 剧中张卫健饰演韦小宝 而张倩饰演韦小宝的老婆之一 穆建平 分手后的张卫健心里还是放不下张倩 有一天他在拍另一部剧的外景 突然听到一个好消息 在外景的时候我收到一通电话 韦小宝这个戏上瘾了 在内地 在新加坡 在台湾 在香港 在泰国 在马来西亚 等等等等 每一个地方一上瘾 都有超高的收视率 一时间张卫健兴奋的不得了 却发现无人分享此时的喜悦 他犹豫之下打通了张倩的电话 决定重新追回张倩 两人再次走到一起 就这样 两人一直持续了六年 张倩从24岁一直等到了30岁 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张卫健 张卫健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不敢对张倩提结婚的事 因为没有钱啊 张倩也看出了张卫健的心思 所以就主动跟他说 我已经在网上买好婚纱了 二手的很复古很好看 张卫健心中说不出的感动 于是两人终于领证结婚 婚后的张卫健 事业犹如开挂般飞速发展 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男神 他终于熬出了头 渐渐的张卫健变得忙了起来 面对娱乐圈的各种诱惑 张卫健始终不忘初心 给足其子安全感 2007年张倩怀孕了 很不幸八个月的时候 胎儿腰折了 张倩得了抑郁症 张卫健脱掉工作 24小时陪伴他 张卫健渐从阴影里走出来 张卫健还特地带着张倩来飞绿宾 补办了一场浪漫的婚礼 张倩戴着白色假发进入教堂 与白头到老永不分离 2014年张倩再次怀孕 命运很残酷 即使夫妻格外小心 孩子在第八个月还是没保住 现在两人在孩子的事上也看开了 如今张卫健夫妇的生活 简单而幸福 他们虽没有孩子 多少会有些遗憾 但两人在一起 彼此陪伴 过得也很幸福 关注老爷父 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戚的哪些事